2020年9月17日光之兄弟群体 不育与灵魂计划传导莫妮克马修益者卢颖 问请问服用避孕药是否容易造成妇女不育 光之兄弟人们服用的所有化学制品 尤其是避孕药确实在不育方面有重大影响 不过这也是这个周期末尾在生育方面必然发生的事 人们其实是在按直觉行事 即便走向自我毁灭 你们也是在执行为转变预先制定好的计划 这也许显得比较痛苦 但你们是在自己多维肚体的配合下实施某些方案 某些进程 这些方案进程将使你们彻底改变自己在地球层面上的行为 感受和情绪 但愿你们能看到这一切都非常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你们体验到的生、死、困境并不是真正的现实 问请问该如何安慰不育者 有什么方法能解决不育的问题吗 光之兄弟 这个世界的很多人想要满足自己的愿望 而不想执行灵魂制定的人生计划 不育总是有原因的 这个原因往往是人们在某一前世有糟糕的行为 你们不因为被人生计划应该接受灵魂做出的安排 有些人不惜一切代价地想要孩子 虽然生育是件非常美好的事 但有时这是被禁止的 由于另一世的某个糟糕行为 比如一位妇女曾在某一世夺去 杀死一条生命 那么按照因果法则 她会被禁止在此生生育孩子 如果你们身边有这样的人 那在可能的情况下可以试着让他们明白这一点 倘若这些人接纳了这种状况 倘若他们内在有很多圣爱 那也许会被给予生育孩子的快乐 因为那时他们已经通过自己的领悟和圣爱 而超越了因果法则 当人们觉悟时 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不要强求 否则会感到痛苦 不要忘记 是你们每个人在转生前 按照自身应取得的进化 而选定了自己的人生计划 这就像学校里的课程表一样 有些人是勤奋 用功的好学生 把自己的人生功课做得很棒 也有些人是懒惰或执拗的学生 还有些人是需要留级的差学生 希望你们不要成为后者 否则还得回来重做自己的功课 因为灵魂必须完成应有的进化 才能返回最初的源头